当今全球政坛上放眼望去 恐怕没有人比美国总统川普 更加享受炒人鱿鱼的快感了 而最近这阵子惹他不高兴 让他等不及要甩掉 摩拳擦掌要开闸的对象 轮到了自己一手清点的 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鲍威尔 随着近日来美债殖利率出现反转 美股反复震荡 经济衰退一律升高 积极拼连任的川普 屡次僭越尺度公开发动攻击 对联准会施压 除了在理事任命上安插自己人 也企图介入利率和货币政策 催促又快又猛的降息扁美元 负责守护国家经济稳定的鲍威尔 是否能够拒绝政治服务 捍卫联准会崇高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考验着他的能耐 事实上 美国历史上并不乏总统 试图左右利率政策的案例 立足二战后的杜鲁门 就曾经试图透过财政部 干预联准会的利率政策 当时的主席Echos 成功抵挡来自高层长官的游说 树立典范 华府联准会大楼 后来还以他为名 尼克森时代的Burns 则完全政治导向 甘愿配合总统连任需求 执行货币大幅扩张措施 结果导致70年代爆发严重通膨 获延多年 如今历史重演 白宫和联准会再度陷入拉锯战 8月底 鲍威尔在全球央行会议中 未如预期发出宽松措施讯号 导致川普全面升高对他的羞辱 称他是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更大的麻烦 是美国真正的敌人 引发退休的前纽约联邦 准备银行总裁杜德利 罕见的在彭博新闻投书 呼吁联准会绝对不能向下沉沦 落为竞选工具 Bill Dudley coming out of retirement to make headlines once again the former New York Fed president calling on the FOMC to reject further rate cuts that could theoretically help President Trump's re-election and his trade wars Dudley wrote in Bloomberg opinion central bank officials face a choice enabl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continue down a disastrous path of trade war escalation or send a clear signal that if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so the president, not the Fed will bear the risks including the risk of losing the next election 杜德利于2009年到2018年间 担任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 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 先后和三任主席共事过 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资深研究学者 文章中称 面对一个做出错误贸易政策的政府 联准会应该拒绝为他们救火 川普制造了不确定 这样的总统若连任成功 不只是对联准会的独立性 甚至会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构成威胁 我认为他的作品是很棒的 我认为他应该抬起来 对白室 白室的白室 应该不应该 interfer与 与立法院的总统 实际上 我认为 白室的总统是 质疑贸易政策 他们不应该做的 这不太理解 他们应该用了他们的免费 在区别人的地方 他们可以有更有效率 对于与立法院的总统 对于与立法院的总统 老藍男杜德利 欲出惊人 既有人给予 震耳欲聋的掌声 当然也有 排山倒海的谴责 投书刊登后 联准会发言人 作出回应 强调国会赋予 联准会的政策决定权限 只有两项 维持物价稳定 和确保就业最大化 政治考量 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换言之 联准会独立性 根本不是个议题 感到傻眼的 还有前财政部长桑莫斯 忍不住询问 老友是否在精神上 患了川普错乱症 是张力震判 从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y Larry Summers who called it quote the worst case of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in the financial world Larry Summers joins us now I was shocked actually to hear your reaction to this Secretary Summers because you've been such a consistent Trump critic so I would actually think that you would have applauded Mr. Dudley as in him calling on on the Fed not to enable Trump in his trade war look the Fed's job is to stay out of politics you can argue about what the right response is that maybe more tariffs mean more economic weakness and that causes the Fed to ease maybe it means more inflationary pressure which would point the other way those are all rational arguments but for a trusted former official of the Fed whose thinking is inevitably going to be tied to the Fed to recommend that they raise interest rates so as to subvert the economy and influenc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grossly irresponsible and is an abuse of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 former Fed official 隔天 參議院 銀行委員會 共和黨 及議員 提利斯 提出要求 召開聽證會 調查聯準會 聽從遊說 把權力 當作政治武器 意圖使川普 在2020年 敗選的危險性 結果又立刻 招致外界 對國會意圖 染指 聯準會的批評 由白宮任命 的獨立機構 究竟能否也允許 總統把守 深入組織裡呢 至少絕大多數評論 都主張此舉 徹底違背 民主治理的精神 澎湃新聞指出 去年12月 股市最慘淡之際 聯準會 讓利率 不降反升的 爭議決策 固然讓市場 吃足了苦頭 然而當川普 公開透露 解雇鮑威爾的想法時 金融市場 反應激烈 全都驚呆了 這意味著 即便投資人的集體看法 不樂見緊縮的貨幣政策 但是聯準會 為政治人物開後門 超然立場受到輕踏 更令人難以接受 有分析擔憂 表面上看來 川普的陰謀 目前並未得逞 但是杜德利的文章 顯然幫了倒忙 讓聯準會暗中 和川普抗衡的努力 徹底破功 日前包括福克爾 格林斯潘、柏南克和葉倫等 四位聯準會前掌門人 在華爾街市報上聯名投書 呼籲聯準會維持獨立 索性至少到目前為止 國家最高金融機構負責人 還堅持著道德風鼓 並沒有為了五斗米折腰 為全民地公需要 在當官方的男人 任何人與法律或金融機構 他對決定會 民眾給支持 民眾 서울民的政治 這麽我們在做 我們是 我們在进市 我們的票票 已經在任何任何本 任何任何府政府 我們的財務 運回代理 與地方公司 和公司 公司 MING PAO TORONTO